我们来看的是Tony Chen 那么他本来是一位英文的不教老师 不过最近的晚上不教英文了 他悄悄出现在民众的结婚典礼上 他担任主持人 当时穿着宴尾服 在整场中换上了大红色的眉人装 看起来非常搞笑 身旁的搭档呢 从如花换成了台湾小姐 Tony Chen说 主持婚礼是为了沾喜气 目前接了三十多场 他希望能够主持破一百场 因为他自己已经年过半百 最大的希望是把自己推销出去 走在红坛那一边 有新郎和新娘 你看旁边怎么会有Tony Chen 真的就是Tony Chen 拿起了麦克风 这个晚上他不教英文 身穿黄色燕尾服 变身婚礼主持人 劈里啪啦主持一大串 Tony Chen紧接着带来 大红没人装的变装袖 衣服红的 裤子红的 就连帽子也是红色挂亮片 很像他 我想我的长相就是搞笑 因为我一上台 你知道就是很好玩 那我想婚礼就是要搞笑吗 Tony Chen以前有个 不教名次的封号 现在又兼任婚礼主持人 跨行捞很大 从四月底就开始主持 直到年底之前 已经规划主持三十个场次 不过Tony Chen的目标 就是要接下一百场的婚礼主持 那有时候都要自己倒贴 不过开心就好 我讲过一句话嘛 因为我为了要密得良缘 所以我要多了 组织这个婚礼哦 每场婚礼通勤券 至少得花两个星期规划 内涵六个单元的节目 和二十项婚礼游戏 主持搭档 从过去的如花换成了台湾小姐 几乎每场都赔钱制作 走出补习班教室 Tony Chen带着门徒学生跨行婚礼主持 台上带给观众核心人 综艺等级的主持笑料 最重要的还是透过主持婚礼 Tony Chen要把握机会 把自己推销出去 中庭新闻 陈广瑞 张俊农 台中采访报道